咱们用鸡蛋做一道既好看又好吃的美食 看完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还学不会 我就拜一令的鸡蛋三家教你去 煮熟的鸡蛋露掉外壳 用小刀沿着鸡蛋中间 划成锯齿状的花纹 取出鸡蛋黄 做好以后 马入盘中 准备猪肉馅放入葱姜末 打入一颗公鸡蛋 放入盐 生抽 胡椒粉 碎时针搅拌均匀 将猪肉馅几层丸制 酿入到鸡蛋中间 全部做好以后 放入蒸锅 开锅丧气蒸8分钟 蒸熟取出 锅中倒入蒸鸡蛋的汤汁 再加入一碗旺形水 放入蚝油酱油老抽 撒入盐 大火煮开 淋入湿淀粉勾芡 最后淋入少许色拉油 熬熬的汤汁 均匀的浇在鸡蛋上面 最后撒入迷人的小葱花 美食制入完成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